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许十年间利用植物之片 又骗未成年女信徒发生关系 谎骗被害者是自己的初恋 还说要结婚会让她幸福 用爱情的糖衣包装受刑 实际上在两百多人的教会中 就有二十六名少女 沦为性侵受害者 比例高达十分之一 惊心牧师表面矢口否认 私下却曾向被害者求饶 写下窃窃书承诺会辞职 接受心理治疗 但一切的一切又都是谎言 事情爆发后 二郎牧师据说逃往菲律宾 身为主任牧师爸爸也必不见面 虽然南韩耶稣长老慧 已经将他除名 但受害者的伤痛早就无法弥补 三连新闻 许少镇报导